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好及时按上龙头 洒过鸡香水 欧冲村的新龙洲在鞭炮声中滑入江中 而挨着江水而建的就是东莞市中唐镇的货卧标龙洲造船厂 中唐镇依水而吸 造船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龙洲制造是当地有名的产业 端午节越来越近 工厂内的气氛也变得热烈而又紧张 今年的端午节对于船厂主人霍卧标来说 它是又苦又笑 又会想又辛苦 慢慢 这个河头大哥 你七十四岁了 然后你中了苹果精神 你看 几点开始开工 现在做到几点半天 只要早七点半钟 做到十二点吃饭 吃完饭 休息过两钟 做到五点两钟就下班了 下班有些需要加班 我们几个加班 你需要加班 那天晚上不加班 特别特别旺 我跟你说 火卧标介绍 今年的龙舟市场火爆 欧冲村的新龙舟 是船厂接到的二十多个订单里的一个 由于今年的节庆活动众多 订单从各地飞来 欧冲村是幸运的 他们的龙舟已经顺利交付 对于下单下得晚一些的村镇 来迟了就真的订不到了 市场火爆的另一个原因是 前几年停办的各项龙舟赛事 在今年也都即将重新打响 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不久后 也将在东莞开赛 比赛用的龙舟 也成为各家船厂重点打造的拳头产品 这条龙船呢 就是用于比赛的 然后呢 你相对 那个不是比赛游龙的龙舟呢 有什么区别呢 游龙的龙舟呢 就比较幅一些 去港球的稳定性 就是人员坐上去呢 就没有那么闲 但这条比赛龙舟呢 主要港球速度 又比较平直 少少 比赛的龙舟呢 就油漆方面呢 就比较严感少少 它就做到完全无层脱状态 还要打起汽车了 比较去水啊 比较脱水啊 就比较快少少 中唐龙舟制作技艺繁杂 先后要经历做底谷 做蝴蝶底 繁底 汽水等数十道工艺流程 每一步都有秘诀和技巧 龙舟没有固定规格尺寸 要按照客户需求定制 尽管电动化工具已经普及 不少造船师傅依旧偏好传统的手动工具 能将自己的经验发挥得更好 事实上 环市整个船厂 十几位造船师傅中 只有霍文中和为数不多的两三张年轻面孔 我都差一岁了 其他六十多 全部都六十多 年轻人三十多岁 又要生两个 行不行呢 你说他行不行呢 起码三十年 要我的眼光要三年 造龙舟的人要讲眼法手势 很重要的 家下几十岁 六十多岁的师傅 他在这儿造龙舟 但是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 女婿之旅 基本上 已经是九十 百分之九十九是结束了 而在另一边的霍卧培龙舟造船厂 这里是中唐镇历史最悠久的船厂之一 创办人霍卧培也有同样的感慨 我就希望好年轻人女子行 教一些年轻人去 我们这下都要举高着大旗去走前头 作为这下这个时候年纪大 还很辛苦我们先后 做到六十几岁 见那些老师傅 做到六十几岁 我的回口叫他坐下头 坐下了 不要去更辛苦去做了 现在就翻了自己 到处都比他大 还要去变手 龙舟制作需要集体配合 工期长集中于一年里的2月到6月之间 过了端午就鲜有订单 工作环境和技术要求 对新手的考验都不小 使得这个行业如今少有年轻血液加入 如今的年轻一代 常把早日退休当作玩笑挂在嘴边 在这里 六十岁依旧属于年轻 劫前加班加年赶工 已是常态 霍文中说 整个工厂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这群老师傅 拍摄最后 记者邀请师傅们都一起来合张影 一开始大家都腼腆 后来就热闹了起来 搬来椅子扛来老龙头 七十四岁的师傅大哥坐中间 还特意找来抹布擦了擦龙头 一、aksi 一、二、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